针对基隆东岸商场产权争议 国民党立员党团召开记者会 四位同为基隆人的立委王宏威 罗志强、林沛祥和基隆市长谢国良 共同在记者会中呼吁前市长 也是现任内政部长林又昌 一定要出来讲清楚 到底东岸商场的产权是Net还是市政府的 假如这个所有权 如同Net所主张 是他们的 大家知道基隆市的损失会是多少吗 以一个建物的一个使用权限来看 我们会有一年损失5000万的租金 可以长达50年 所以我们的这一块地 假如产权是Net的 基隆市民的损失就会在25亿 那我想请问林又昌前市长 请问你是刻意要这么做的吗 请问你是刻意要这么做的吗 也就是说你是刻意要把东岸商场送给Net吗 那假如这个所有权不是Net的 但是如同Net所说 这个产权没有登记在市府的名下 那林又昌前市场 当年你多次亲自主持征建会议 为什么七年多的时间 你却刻意的不登记 这个东岸商场的所有权 在基隆市政府名下 而让我谢国良今天要来接收这个烂摊 所以我在这边跟林又昌部长喊话 请你一定要出来讲清楚 这个所有权是谁 请你一定要出来讲清楚 这个所有权是谁 如果林又昌前市长 对这件事情那么的坦然 那现在他就不应该神赢 为什么东岸的二三四楼在你的任内 没有把它登记为基隆市政府的财产 这个是Net的律师拿着腾本说的 为什么东岸的二三四楼 在你的任内 从2016到2022之间 没有把它登记成基隆市政府的财产 严格来说 谢国良市长 现在是在帮你收拾烂摊子 但是林又昌市长 你是无法置身实歪 所以林部长 请你出面说明 并还原当时的真相 而且跟大家说说 您在里面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林又昌我要问你 是不是Net的 如果是 为什么你把基隆中 精华中的精华地段 两亿元 就可以拱手让给Net 第二个 如果不是Net的 你也站出来说清楚讲明白 你不要躲起来 黑狗偷吃 白狗招殃 让谢国良顶在前面 来帮你收拾烂摊子 你站出来跟Net的讲说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是OT合约 跟你Net的所谓的财产没有关系 Net是一个台湾我们知名的品牌 我们当然挺这个品牌 但是问题财产归财产啊 基隆市民财产就因为今天我们喜欢这个品牌 难道基隆市民就要把我们的市场拱手让人吗 如果OT的出仓案最后出现产权移转给厂商 我告诉你 我们的出仓全部都垮掉 这是法有明文规定的 所以我也可以到时候我们也可以请主管机关是谁啊 财政部 我们喜欢财政部 可以这样子吗 一个OT案最后伸出了产权 这个产权移转给厂商 而不是移转 而不是政府 这不是笑死人吗 这是什么出仓案 这根本就是独立案嘛 所以今天李又昌他不敢讲 他就知道 他如果他也主张这个产权是NET的话 他也是独立 这个是法有明文规定的 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讲 就说在这件事情里面 不是今天的这些网军系 就代表他们有道理 市长谢国良也重申 东岸商场是属于基隆市全体市民的资产 在商场的一切施政 招商工作 都是以基隆市民的利益与福祉为优先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